我在美国航母当大兵 二 新兵训练营 三 作者罗雪 朗读者文山 入伍第一天 先办理军人证件和身份牌 俗称狗牌 再到梁衣间梁身材领制服 大部分军装是分大中小号的 但夏天和冬天的礼服 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定制的 我领到的第一件大衣上 绣着罗X 是我的姓罗和名字的第一个字 雪的字母 还有我在美国的 社会安全号码的后四尾 以及127我的班号 然后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做尿药化验 洗牙和必要的牙科手术 注射各种疫苗 所有你能想到的疫苗都打一遍 那几天 我感觉把我这一辈子的针都打完了 到后来胳膊上都没地方下针眼了 我当时就发誓 以后生病尽量不打针 该配眼镜的还得去配眼镜 我不用配眼镜 幸亏我视力好 因为那种指定专用的眼镜 看起来像给弱智儿童戴的 理发的那一天也很逗 当时没有人敢提什么要求 但出来以后 大家就开始尽情的互相取笑 因为有的人脑袋上头发少了一块 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被狗啃 有的人本来是留着长发 跟摇滚歌星似的 出来一下子就傻眼了 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被判刑了 好日子真的结束了 在军营便利店买规定的日用品时 我第一次见到 印有海军标志的信封和信纸 那种军人的骄傲感 又情不自禁地浮了上来 按照部队要求 新兵还要在海军信用社开立账户 以便领取直接存入的薪水 基本月薪取军衔与服役年限 士兵有九个级别 军官从少尉到上将 共十个级别逐年上调 我们每个月发两次薪水 月初和月中各一次 我们从老兵那里打听到 与民间相比 在军队挣不了大钱 不过 在这里练就的运筹帷幄的决策能力 积累的管理经验 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 都是宝贵的财富 所以退役后 往往能在大公司 谋得不错的职位 年薪可能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美元 而且每个海军基地 都有评价超级市场 只有军人及家属可以进入 据说品质不错 价格也非常便宜 后来每个月一次的工资条 成了大兵们最爱看的东西 那张表格详细列出了 基础工资 各种补助 住房补贴 服装津贴等 以及纳税额 工资条 我通常要研究半天 才能弄明白 因为项目太多了 在训练营和基地时 我们只有A到C三项 但到了航母上 补助一下子多了起来 最多能到K项 表格还记载着 每个人假期的剩余时间 这可是大事不能搞错 美国海军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 休假的那个月也发 都是月初发放 我一入伍就在1月4号领到了工资 1800多美元呢 每个人还领到了一张目标卡 要求认真填好自己未来的两个目标 一个是晋级目标 你打算在多长时间内升到什么级别 军队可不希望有人混日子 另一个是储蓄目标 每个月你计划存多少钱 看来老美还挺讲究开源节流 我的目标是每个月存一万工资 以后可以投资买房 买车或者花在教育上 升级目标则希望按升级的最快期限 即六个月或一年争取升级一次 其实我很好奇别人的两个目标 但他们都用手捂得严严实实的 不让我看 这帮重视隐私的美国人 美国军队不要求我们 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这点和中国不同 但基础性训练还是少不了的 包括整理内物 摆放个人物品 保持个人卫生 还要背诵十大纪律 甚至训练如何正确书写 二十六个字母和十个阿拉伯数字 你别笑 这是真的 美国海军的很多军事用语 与日常生活的用语都不一样 比如厕所不能叫厕所 rest room 因为军队里没有休息这种说法 而要说headcore 直译为要求露出头 据说这里还有个典故 就是打仗时在野外上厕所 士兵都是蹲下的 只有脑袋露在外面 容易成为射击目标 所以向上集会报 我要去厕所 执意就是 我要去成为露出头的射击目标 听上去颇有战争的残酷意味 很惭愧 我就经常搞错 一举手就说我要上厕所 然后怎么办 开罚呗 在军营的最初几天 可以说我是在浑浑顿顿中度过的 每天都有一大堆新名词听不懂 我就观察别人怎么做 照着猫坐着虎的动作 照着虎说着猫的话 每天总觉得觉不够睡 天不亮就得起床 跟着大家去列队 扫雪 吃饭 上课 反正到哪里都得排队 我就抽空睡觉 有时候站着就能睡着 至于为什么食堂吃个饭也要排队 难道在地广人西的美国 食堂不能盖得大一点吗 当然可以 但是航母上不可能盖大食堂 我想部队这是在有意的训练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逐渐适应排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 航母上的排队时间可比这漫长多了 而且我琢磨 这是美国海军锻炼士兵遵守纪律和秩序的一种方法 不光是排队 我们走到哪里都要求保持安静 不许说话 同时长官要求无论进行什么训练 或是集体活动 每一组在什么时间干什么 都是指定好的 不能像家里吃饭那样 于是经常长官一声令下 Time's up 时间到 我们就得马上放下碗筷 据我观察 有50%的人都没有吃完 还有像我这样的人 有50%的饭菜都还没来得及吃 由于经常饿肚子 后来我就开始呼伦吞噪 拿点自己爱吃的和一些扛饿的主食 小菜就算了 才能勉强吃饱 保证我的体力能跟得上训练 从一个老百姓变成一名美国海军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感觉入伍第一周 很快就要过去了 这几天 雪渐渐的小了 街上的积雪被铲到道路两旁 那是我们每天清早的劳动成果 我们每天起那么早 就是在街上扫雪 给老兵扫清道路 然后去食堂吃早点 因此我们往往是最早到食堂 白天忙完上课 训练之类的事 回到宿舍里 也是没完没了的打扫卫生 感谢从小培养了叠被子的好习惯 我刚一到军营 就因为把被子叠成了豆腐块 而得到了表扬 教官甚至召集全班士兵来参观 怒吼着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 应该把被子叠成什么样吗 看看罗的被子 实际上美国孩子从小就不叠被子 他们习惯把被子铺在床上 现在突然要叠被子 都觉得很费劲 而我有基础啊 不仅叠被子 还把床单叠得整整齐齐 边边角角的线都弄妥贴 所以他们看了都很好奇 跑来向我打听 你的手动了几下就弄好了 真神奇 你是从哪学的 还有一些大兵 因为做的比别人慢 特着急 就围过来看我做 我就教他们两手 结果是我们班做的 比别的班都好 后来我才知道 军营只要求新兵叠被子 老兵就无所谓了 后来我们分配到宿舍 就再也没人管这事了 所以关于叠被子这件事 按我的理解 这是军队用来找茬的一项内容 就是希望我们有别于老百姓 因为我们是军人 身份不同 就不能再散漫了 入伍第一周的最后一天 晚上八点多 我们把卫生打扫完了 教官检查后满意地走了 这时候通讯员拿着一包信走了进来 开始叫名字 收到信的人都很兴奋 教官离开就是给我们留点自由空间 我们心领神会地开始自由活动 各种口音的英文 叽叽喳喳聊个没完 干什么的都有 有看信的 有给人看女朋友照片的 我没收到信 就把那双黑皮靴拿出来擦 海军的人都特别喜欢擦皮靴 除了抹布 鞋油等工具 有时候还加上自己的唾沫 务必使靴子赠量赠量 最好能照见人影 有的人能用两个小时去擦皮靴 丝毫不觉得厌烦 有人可能以为 这是我们这些新兵担子 没什么事情拿来打发时间 其实不然 我觉得从这些细节中 往往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 我就从擦皮鞋中看出 美国人对市井的专一和负责 他们觉得皮鞋赠量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美国人对外表的重视也不止体现在皮鞋上 衣服和裤子的线条也很笔直 衬衫的边线恨不得能硬的扎人 绝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身上 他们还严格要求 帽颜要折成什么样 墨镜的边要选什么颜色等等 甚至有的人吹毛球刺 衣服上沾上一点小毛毛都要弄掉 这些都不是军队要求 是个人的习惯 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 你如果有一点邋遢都会很明显 所以我会感到紧张 没想到原来老美这么讲究 爱面子 在叠被子上领先一步的我 开始反过来跟他们学习擦皮鞋 比如水要放多少 鞋油要放多少 但是怎么擦也没他们擦的量 我就自嘲为各有所长吧 我下铺的人兄叫阿米来 是关岛来的 也在擦皮靴 一聊才知道 关岛的人都拿着美国护照 他从关岛的征兵处 直接乘飞机进了军营 别的地方还没去过呢 搬家补贴只有两千多美金 我说这样也行 要知道他可是全家老小 连车带物全都运来了 这也太不公平了 那你们都说什么语言呢 我问 他说和老婆之间说菲律宾语 官方语言是英语 就是他和不认识的人说的话 一般的菲律宾人来美国 还得想办法搞签证 他们就不用 因为美国在二战时 把关岛从日本那里给要了回来 后来给自己了 我说你们这可是二婚呢 他说你才二婚呢 他问我结婚了没有 我说我结了 老婆是台湾人 台湾人比你们大陆人有钱啊 他好像特明白中国的国情 我们那里好多台湾人做生意 比以前的日本人还有钱 你怎么娶了个台湾人呢 靠 这你就不懂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中国的统一 做点贡献吗 能争取来一个算一个 那你怎么跑到美国当兵呢 他问题还挺多 我玩 是为了统一 打算连美国牛都争取过来吗 他还挺幽默 那你又为了什么来当兵啊 你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呢 当了兵以后好找工作呀 这小子一看就是吃透了美国政策的那种人 我则是后来才知道 当过兵的人 在美国被公认为忠诚度高 适应系统性管理 最主要的是具有主流价值观 所以退伍后特别容易被录用 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很多工作 类似中国的公务员吧 何况老美很舍得在军队教育上花钱 20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海军的教育训练经费 就达到了每年50亿美元 其中10%用于新兵训练 士兵可以在服役期间掌握很多技能 拿到很多执照 而这些执照在军营外面的广阔天地里 也是通用的 隔壁床上坐着一个黑人 伸过头来问我们聊什么呢 他说没人跟他说过话 我们问你哪来的呀 我叫库义 我是吉布提人 从纽约来的 吉布提是哪 非洲 我们那里说法语 我的英语不好 的确 他的英语比我还差 但他笑得很憨厚 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他的个子高高瘦瘦的 眼睛大大的 让我想起以前在电视上看见的 肯尼亚马拉松运动员 后来我才知道 地处非洲之脚的吉布提 干旱少雨 灾荒不断 是联合国宣布的 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不过就像西方人所说 上帝是公平的 这个国家处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 是从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咽喉 凡是北上穿过苏伊士运河去往欧洲 或是由红海南下好旺角 绕到大西洋的船只 往往要在吉布提港口 补充淡水和油料 因此这里被称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 由于很多国家的船 都要在这个弹丸之地补给 有时候还会发生小国或者军事弱国受气的状况 但美国航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所到之处几乎都是被当地人攻营 很多国家在二战开始就和美国结为盟国 比如澳大利亚 是美国人帮助他们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美国人到处宣扬的理念是 我开着航母全世界学航是为了保护你们 你们在军事上省下的财力 人力和精力可以拿来搞经济建设 每天晚上你坐在角落里打坐 这是你们宗教仪式吗 阿米莱问他 我想起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 不管大伙儿在干什么 他都会拿个垫子到宿舍的最里面打坐 也正因如此 好多人不愿意和他分道一组干活 我是伊斯兰教徒 我必须这样 他好像很紧张地说 我是经过申请的 他们同意我这么做的 OK OK 我们又没说你故意偷懒 你紧张什么 每次我们大扫除都是七点左右啊 真巧 阿米莱故意逗他 我觉得班长和纪律长都很凶 好像歧视我 我想他们不喜欢我 枯一说着看看对面 我们的床位是按照船上的空间摆放的 长长的房间三十四张上下铺分裂两侧 叫做左弦侧和右弦侧 中间相隔有四米左右 几个墨西哥人正扎在一堆在对面的右弦 用西班牙语大声的嘻笑着 好像是拿谁在开玩笑 围在中间的是班长本杜拉和纪律长伯南德斯 据说这两个是留级的 在新兵营快半年了 算上这届该是第三期了 教官让他们当班干部 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很多程序轻车熟路 另一个原因是这俩最凶最难缠 班里大部分人都是墨西哥裔 算是主流 而我们和白人算是少数民族了 在这么民主的国家 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了 而我呢 纵观军营还没找到一个可以用中文唠嗑的 我觉得他们挺酷的 教官不在 他们从来都不管大伙 比我们闹得还凶 你别多想 没人有功夫歧视你 阿米莱安慰着酷一 更像是说给我听 那天下午 那个伯南德斯就故意撞了我一下 我没当回事 看都没看他一眼 小破孩一个 我理他干嘛 我心里琢磨什么时候结束快班的课程啊 早点离开这个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杂牌军 到正规军里去 想着想着 教官回来了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这个波多黎各异的教官是一等士官 叫什么名字 我老记不住 在这里 所有士兵之间都互相称呼对方的姓 或叫船友 没人叫名字 对士官我们称呼士官 而士官教我们什么的都有 当然 我们的教官 有一个最偏爱的名字 给我们 杀脑壳们 明天开始上英文课 在课堂上别给我惹祸 赶紧学完了 从我这里滚蛋 说完 他又出去了 太扑 太扑 五分钟后 吸灯 明天的制服要求是 穿卡其制服 防雨夹克 戴毛线帽子 现在开始祈祷 晚上九点五十五分 广播里宣布明天的制服要求 根据天气情况 通知我们明天的制服配置 看来明天又是个大冷天 我总感觉这件防雨夹克不够暖和 每天都冻得我够呛 我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肿不惊动 好像他们都没事 大多数的人在祷告时都闭着眼睛 低着头 不信奉基督教的人 则不必像他们一样 可以睁着眼睛 看着天花板 这并不表示不尊重 只表示自己是非基督徒 广播里一个慈祥的声音 在说着让基督照顾我们之类的话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优秀的战士 让上帝赐予我们力量 度过这漫长的一夜 阿们